嘩,裝修J,你還未選好嗎? 其實我在想,如果家裡突然沒有電 那智能助遲,便不能充足 怎麼會呀?就算沒有電,也能充足到水 嗯,是不是真的? 當然可以,日本和香港不同 日本經常地震,還會停電 如果沒有電,充足不到廁所 你猜日本人還會不會用呢? 好,所以Innx做的日本智能助遲 是可以手動充斥的 那今天裝修模式示範一下怎麼做 先說說這款Septus 618 它旁邊這塊板是可以拆開的 打開塊板之後,我們會看到紅色的控制缸 只要把紅色的控制缸向右拉 大約五秒之後,水箱的水就會鑽滿刺盤 然後只要放開控制缸大約五秒 再把紅色控制缸向左拉,大約五秒 那次盤的水就會連髒東西一起沖走了 如果你在家用熱瓶就有點不同了 先打開頂蓋,你就會看到裡面這個紅色的按鈕 先逆時針轉180度 座瓷裡面就會開始入水 等大概十秒左右,然後向上拉 煮著不放大約五秒 那次盤的水就會連髒東西一起沖走了 沖完水之後,就把這個紅色的按鈕放回原位 順時針扭180度就可以了 那以後家裡不要再停電的話 大家就馬上用手動去沖刺了 那今天裝修模說你知道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